童年玄兄弟他来了 玩家需要在平面地图中 跳跃躲避陷阱 寻找要谁通关 地图中陷阱众多 触碰到就会凉 我表妹能否打通关 我肯定没问题啦 这些游戏我都通过好几轮啦 带个拖油瓶也不是不可以 谁是拖油瓶还不好说好吧 还记得跟你玩个 分灵冰火源都能够卡关一整天 就连这个教学官 也死了好多次了 我对前面的关卡一点信心都没有 我拿下娱乐效果你懂不懂 我问点怎么能趁透出你的聪明呢 现在我要开始认真了 你就看我表演吧 你的认真不可信 这关的钥匙呢是被机关锁住了 我们需要先找到机关 这黄色的机关按钮在左边 表妹你跳过去 可恶我们下来的太早了 这需要合作 这红色格子压根就没放出来 表现你去上面踩着红色机关按钮 你踩着红色机关 这边的红色电脚石就会开启 等我上去了踩着橙色机关 你再下来拿钥匙 不错不错 思路清晰有条理 看来你确实是变聪明了 那就按照表妹说的那样 怎么的一波完美配合 钥匙不就轻松到手了吗 不过又是到手了 也还没结束呢 这底下还有两岩浆陷阱呢 你不说还好 一说后就猜到 差点当场交代过去 还好我皮后考住了 又是新的一关 但这一关咱们获得了能力觉醒 雪人兄弟当然要雪人之力了 可以丢出雪球 攻击敌人冰冻敌人 老不小心是我 我也是服啊 就不该让表妹打头阵 这磨磨唧唧的 咱们遇到怪物不要慌 丢出雪球冰冻它 只要动住就不会对咱们造成伤害 动住之后再一推 哼 成功 教训上面有个器官 底下的钥匙肯定和器官有关 我就吸取教训不下去了 在这里等着你 你加油 可恶 这里怎么会有一个怪物 太难缠了 就追着我打 而且冰冻技能只能冻住 不能杀死这种强大生物 但是只要能够拖延时间 让我们前往下一关就完全没问题 表姐咱们这位太惊险了 得亏女聪明 时间把握得非常好 还是顺利到达了下一关 表姐这关就交给我吧 一直都是你在往前往后 让我来也合适 行吧 我就在这里踩着机弯 等你的好消息了 祝你成功啊 你还挺厉害的啊 居然真被你拿到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消灭怪物 有了 把它动住 推到盐箱里 我去 这关有好东西 冰冻枪 可惜这冰冻枪只能打怪 不能动出盐箱 不然我肯定老厉害了 可算来到最后一关了 怎么什么都没有 难道是白条关卡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去 手宝怪 咱们拿到神圣果之后触动了boss 来打我们呢 怪死我两也不是此处的 边走边躲避技能 边用冰冻枪 打打打 还好这怪物的具象不高 冠断飞放毒液 咱们成功了 游戏还得是经典呢 游戏还得是经典呢